大家好,今年初三跟大家拜祭年先 最近全球都受到肺炎的威脅 希望可以時事順利度過,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在鼠年心想事成 好了,過年會不會剩下雞、燒肉或鴨呢? 鼠年第一個吃好,新年過後剩餘燒味處理 這袋是滑豆腐,我會來煎香它的 用快乾淨的廚房布吸乾水分30分鐘 這樣煎的時候就不會彈水,容易金黃 在開蓮的時候,吃剩一些燒肉和叉燒 隔夜又放過在雪櫃也很硬 加一些溫水拌勻後,輕輕地浸一浸 讓它吸收一些水分,不要太硬 浸它20分鐘至半小時左右 放在一邊,讓它慢慢吸收 過年的時候炒蝦球,剩下燈籠椒,把它切開 你也可以用燈籠椒,或者用其他你喜歡的配菜 我還加了一條京蔥 用京蔥爆隔夜菜特別香甜 將它斜斜地切開 這裡還有一些蒜片和薑片 加些油,燒熱鍋後用中大火 我會先煎香豆腐 煎完一邊之後,反轉煎到另外一邊 兩邊都要煎至金黃 煎好之後,放在一邊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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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籠椒 燈籠椒 煎好,喜歡軟一點的可以加一湯匙水 然後蓋一蓋子,30秒左右 燈籠椒才會釋出甜味 我喜歡爽口的,所以沒有加水焗 盛起備用 接著用同一隻鍋,加些油 加些蒜片和薑片 爆一爆後再加少許油 加些京蔥 京蔥比較硬,用一些油爆一下 接著再蓋一下蓋,焗30秒 這樣爆過的京蔥特別香甜 京蔥是要這樣爆的 焗好之後,接著加些燒味 浸過燒味的水不要倒下去 把燒味的水放在一旁 這樣爆,隔夜燒味才不會越爆越乾 不浸一浸水才爆 就會又硬又粗,很難吃 再灑上紹興酒,增加酒香 紹興酒,燒味加京蔥 現在真的聞到很香 我用的調味是甜麵醬 我今次買到的燒味都比較鹹 用甜麵醬中和它,你可以用蠔油也可以 喜歡辣辣的可以加些辣椒油 要記得加少許糖 調味的份量是看你碟菜有多少 燒炒均勻之後 剛才浸燒味的水倒下去 想水份多一點可以加少許熱水 現在就可以把煎好的豆腐回鍋 再蓋一下30秒 我喜歡燈籠椒爽口的,現在加上燈籠椒 兜炒均勻 一碟隔夜,但是煮好了之後 又不覺得它是隔夜的菜已經完成了 看看那個叉燒,煮好了之後都很軟滑 你會不會沒有叉燒燒肉剩,走去買點來煮呢? 豆腐都很嫩滑又入味 今天分享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下一集將會分享一個燒製的湯水 下一集再見 47.9 著爆炉 一碟 二碟 五碟 五碟 最後一碟 六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